吉蘭丹能吉里補選競選活動如火如荼展開 吉蘭丹警方證實 接獲投報 有政治人物在補選活動期間 發表敏感言論的視頻 警方已經開檔調查 吉蘭丹總警長莫哈默查基透露 這番敏感言論發生在8月3號 搏蛋巴魯的一場競選 假作 警方援引一九五四年選舉法令 第四A條文 刑事法點第五零五支B條文 以及一九九八年通訊及多媒體法令 第二三三條文調查這起案件 警方也勸告公眾不要胡亂 揣測這起事件 也請各方和平競選 不要姿勢挑釁 警方表明 目前能吉里補選 一切順利 沒有發生危害治安的挑釁行為